怎么了 又做闲了是吧 不行 有点甜 新先生 该做检查了 明慧姐打过来了 过了呀 呆死了 看来明慧姐真是发现什么问题了 她要是一直打过来怎么办呢 能慢多久慢多久吧 今天的检查做完赶紧回家 那不行啊 医生都说了 你最近心率不太正常 那得住院好好检查检查 好好休息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要做了检查尽快安排 我不能做了检查尽快安排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待久了露馅 你在医院你不听医生的话 你想让明慧姐也有相父啊 是有点不舒服 但是真的没那么严重 你要不相信 一会儿让哈尔丽把单子给你看 就算不是很严重 你也应该听医生的话呀 好好治疗 你逞什么能 我真是搞不懂你了 你之前没病的时候 你又要装病 你现在有病了 你又要装没病 我之前装病 是想让你紧张我 关心我 那现在装没病 是怕你担心我 这个病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很清楚 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之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呀 你现在不用一个人了 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的意思 你赶紧休息 行啦 你没走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以后不用一个人了 爸爸你看 我给你花了一颗心 以后你就有两颗心了 一颗不舒服 还有另外一颗可以用 谢谢全全 还没画好呢 让我画 谢谢全全妈咪 吃不吃水果 吃药了 新奇一家属是吗 对 是我 这个是今晚的药 白色的现在就可以吃了 黄色的药等白色的吃了 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吃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吃药 要是能多病几天多好啊 有家属的感觉真棒 你一星期内要是好不了 我们就不陪你了 妈咪 你不是说我们要留在医院里 陪着星期的吗 嗯 我知道你担心新奇 但是医院里也有医生啊 还有姑姑他们 所以不用担心了 一切正常 全全真棒 这样吧 你今天早点睡觉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看新奇好不好 那你帮我给新奇做个爱心三明治好不好 为什么呀 因为我生病的时候 新奇就送我了一个浓量心脏 现在新奇生病了 我想送新奇一个爱心三明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全全你应该自己做呀 嗯 可我还是小孩子 很危险的 知道了 那妈咪帮你做好不好 嗯 记得要做成爱心的哦 不然就不叫爱心的 说到了 那你快去睡觉好不好 嗯 去吧 你说你也真是的老板 医生说让你多住几天医院 你倒好 非要回家来 那医院里好歹还有高级护工和护士 能随时照看你 行了行了 有什么地方比家里更舒服啊 在家心情好了 病也自然好了对吧 嗯 那倒也是 老板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照顾你 比照顾我妈还努力 想不想喝水 这几天我在槟城有事 这人我带走了 我比你更需要他 感谢董事儿认可 明慧 这几天我有重要的事 但心情呢 在这儿也没什么别的朋友 医生说了 得有人在他身边照顾他 要不然会出事的 我请求你 帮我好好照顾他 可以吗 没问题姑姑 我和妈咪一定会照顾好爸爸的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对吧 欣妮 我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应该没有那些时间 拜托 这件事我只能相信你了 拜托拜托了 妈咪 爸爸真的很可怜 你看他都变成这样了 还没人照顾 没事没会 我知道你公司事情多 你忙你的 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挺多就是吃饭叫个外卖 喝水也喝不上两口 真的没关系 毕竟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 那怎么行 麻烦你放心 我 老婆傑森 你这也太孤苦伶仃了 老婆傑森 行了行了 我照顾他吧 这两天我跟全全就留在这儿照顾他 直到医生说他的病没有问题了为止 那就太好了 阿弟回公司去 好 阿弟 阿弟拜托你喽 嗯 放心吧 来来来 晚上能办法水了 虽然说我过来照顾你 但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我又不能抛开 所以除了吃药 吃饭喝水 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叫我 那上厕所还有洗澡呢 废话 不许叫我 好 我抛街色 其实你愿意待这儿我已经很开心了 敏慧 还有这个呢 对 还有这个 给你的 你做的 为我做的 虽然是为你做的 但是是你儿子要求的 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 不愧是我亲儿子 不愧是我亲儿子 还是爱心的呀 嗯 怎么了 又做闲了是吧 不用闲了 有点钱 嗯 不 不愧是 天生你得了你的糖尿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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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